兰兰是爱国爱港群组香港好市民的活跃成员之一 修理风波以来 她一直奔走在反暴力和撑警察的前线 她曾走遍香港42家警署慰问警察 也曾在街头违法暴力示威现场清理过路障 当然也挨过示威者的打 当他们围着攻击我们的时候 当时我就走在最前面 然后就隔开了他们 然后对家拍我们 我们也想保留证据 我就拿电话拍她 然后她就抢我电话砸过来 当时把这个位置砸了很大的 大概有一个多月才消 虽然伤势不清 兰兰却没有报案 她说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看着打人的孩子也不大 希望给她一次机会 其实我们每个年轻的时候都会做错事 对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糊涂 但是家里人没有放弃 朋友没有放弃 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轨 因为可能我自身有这个经历 我就希望也给一次机会他们 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机会 有一天能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走回人生的正轨 作为一个反暴撑警的活跃义工 兰兰时常要出现在违法暴力示威的现场 这也让她有更多机会观察示威者 并慢慢尝试与他们相处 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跟他们在一块聊天 其实他们很简单 他们就觉得好玩 然后很英雄 然后不会被人家排斥 但是最痛心的一个案例 就是那个孩子说 我没办法 我不跟他们出去 他们就会欺负我 他们就会排挤我 我就会被人家孤立 兰兰说 成年人犯错 理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在违法暴力示威活动中 很多不满18岁的孩子 只是一时被人蒙蔽 或贪玩走错路 他一直希望能通过自身行为 去感化他们 并且他也真的做到了 其实我们这个群组里面 有很多就是从所谓的 黄变中变男 真的是有的 这些人我们只要你说 你想加入群组 我们知道他的立场 我们就会把他带在身边 开始的时候就 一段时间就不出去了 然后到后来 他还可以带其他的朋友出来 就是跟我们在一块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活动 就是大家在一块 很轻松地聊一聊 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 其实他们就蛮开心的 有一些就 更加踊跃一点的 就会跟我们出来参加 什么清洁活动 去其他团体搞了什么活动 我们去深圆 就是这样子 都有的 看到曾经在街头丢砖头的暴徒 变回了与自己携手 清理路障的好孩子 兰兰感受到温情的力量 她更加坚信 爱会把他们一个个拉回来 而母性使然 兰兰还在担忧这些孩子 今后的路 我就希望有个场地 我能把这些十几岁的孩子 我身边所遇得到的 然后能肯跟我们交流这些孩子 我希望把他们 有个活动空间 带着他们一起去 认识咱们的家 认识咱们的国 我希望以生活中的细节 去带动他们 然后这个场地 我现在准备签约了 也是我们团队里面 自己你一万我一万 大家拿出来租的 然后就是希望 那些改革之心的孩子 当没有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当他们没有一个地方 过渡的时候 我希望我这 像个家一样的 我去帮他们过渡